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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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終於回到公司了 這麼一個上班族呢 出差是一件很常見的事情 那出差必備的是什麼呢 沒錯就是筆電啦 我們今天呢要來開箱的就是 ASUS旗下的商務系列筆電 ASUS PRO B9440 UA 通常來說呢 我們出差的行程都會排得很紮實 雖然說可以換一個工作環境 感覺好像很不錯 但其實承擔的壓力也不小啊 當壓力越大的時候呢 我就會希望身上的東西是越輕的喔 以這台ASUS PRO來說呢 它的重量大約是1.05公斤左右 那是13吋的機身 搭配14吋的霧面螢幕喔 它呢是目前就是 最清醒的商務型筆電啊 拿著呢並不會讓人很有負擔感喔 以常要出差或是出去開會的上班族來說呢 筆電呢要夠輕 建議好帶還要足夠堅固啦 那ASUS PRO這台的話呢 它是全金屬的鎂鋁合金做成的機身 另外呢它還有通過均規認證 那除此之外呢 它在轉著這邊也有特別的設計喔 因為像我們在外面工作的時候 有時候其實是沒有桌子可以放筆電的 如果說呢 你是在沒有桌子的環境下辦公的話呢 這個7度的傾角呢 可以讓你的筆電不要那麼貼合你的大腿 那它鍵盤的部分呢 採用的是全尺寸的防潑水背光鍵盤 不太容易誤觸 所以也降低了很多修正的時間喔 說到時間呢 ASUS PRO的在機時間 大約是八到十個小時左右 也就是說你一天的正常工時啦 那如果呢 你有一些加班的機會 你擔心筆電會沒電的話 其實呢 你也可以帶了它的充電器出門 它呢 大小也比我的手掌稍微小一些些 所以呢也不會造成你太大的負擔啦 它的機身上呢提供兩個Type-C的連接布 跟一個3.5mm的日記孔 這樣做呢 可以讓它的機身保持輕薄的狀態啦 另外呢 它也會附上一個Mini Dot 讓你可以擴充你的連接布啦 那我工作上呢 常因為要配圖 所以就是會需要讀一些記憶卡什麼的 所以我習慣都會帶著它 但如果你的工作呢 就是寫一些報表啊 或是回回E-mail的話 我覺得你可以就是讓機身保持簡潔的狀態就好囉 畢竟呢 是工作用的電腦 我也會希望它跟我一樣保持高效率啦 那實際手上的這台Asus Pro呢 它採用的是第八代Intel Core i7的處理器 然後呢 提供的是1TB SSD的儲存空間啦 作業系統呢 採用的是Windows 10 Pro的專業版喔 另外呢 它還有支援Intel的V Pro技術 那這技術對企業來說呢 可以幫助他們進行一些遠端的管理 或是硬碟資料的加密等等 對上班族來說呢 我覺得這台筆電從內到外 都滿貼合商務人士的需求喔 那你工作上經常需要出差 或是到處開會的商務人士的話呢 我覺得挑筆電有三件事情一定要注意喔 第一個呢 就是筆電要夠輕好帶 第二個呢 它要足夠的效能 第三個呢 就是它的外型呢 要讓你的專業度可以加分啦 畢竟呢 工作上的電腦 是你工作上最好的夥伴嘛 好啦 那今天呢 就到這邊結束囉 我要繼續工作了 那如果喜歡今天的影片的話呢 不要忘記要給我們一個like 然後訂閱電他上網的頻道 還要記得把小鈴鐺打開 以免錯過我們第一手消息喔 我們下期見囉 掰掰